这一节我们继续讲PowerPivot数据建模与分析的第14节课 关于销售趋势分析 在这一节课当中我们会介绍数据偷视图的一般应用 和PowerView这个工具的简单介绍 首先看一下我们需要创建这样一张简单的销售趋势分析报告 这个销售趋势是一个销售利润的趋势 有一个偷视表,一个偷视图和三个切片器 创建这样一个销售趋势分析报告 我们需要定义三个度量值 创建这个销售趋势分析报告 我们需要定义三个度量值 第一个是关于数量 第二个是关于销售金额 第三个是关于销售利润 首先打开工作簿 点击PowerPivot工具管理 然后先导入数据模型 从数据库或者说从其他的数据源 从其他数据源我们去通过Excel文件 分别导入五个工作簿 第一个工作簿 关于销售名系工作簿 继续导入第二个工作簿 产品ID这个表格 继续导入第三个工作簿 第三个工作簿是 第三个工作簿使用地区 第四个工作簿 如果说我们的所有数据都在Access里面 可能这样子就会更加简单一些 如果说分工作簿这样处理 就需要一个一个去导入 会稍微麻烦一点点 继续导入第五个工作簿 继续导入第五个工作簿 分工作簿做 有分工作簿做的一个好处 使用一个Access数据库 它也有一个数据库的好处 添加五个工作簿之后 然后再创建关系 把维度表放在上方 把销售清单放在下面 把所有的维度表放在上面 全部放好 然后来创建它们之间的关系 产品ID关联产品ID 地区城市关联到销售城市 业务员ID关联到业务员ID 然后日期关联到订单日期 下面这个明细表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让大家看到这个是主表 然后去定义相关的度量值 比如说我们需要销售明细表当中 去定义关于销售数量自动汇总 总和使用商品数量销售数量 如果说需要去计算一个销售金额 那我们就需要去使用SumX 去把产品表格当中的领售价调过来 然后再计算销售金额等于SumX 去产品ID里面 去产品表里面使用产品表的某一个字段 比如说零售价乘以单前销售数量这个字段 然后确定 OK这是关于销售金额看一下 那还有销售利润 我们直接写一个利润 等于SumX 同样的是在产品表里面去选择到它的 零售价减去净货价 然后乘以这个数量 确定 OK 利润和金额设置成 带货币符号的两位小数的金额 然后我们可以设置成整数 可能这里我们不需要它显示为小数 直接设置为整数就好了 然后千位分隔符 这里设置成货币 然后少两位小数 不要小数 销售数量设置为整数 设置千位分隔符 不要货币符号就可以了 三个度量值建立好之后 可以直接创建数据透视表 也可以直接创建数据透视图 还可以使用图和表 就是说同时创建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视图 我们把数据透视表放在这个位置 因为我们上面可能需要放一个切片器 放在这里 然后点击确定 OK 左边就放数据透视表 现在我们需要按照月份去看它每个月的销售趋势 销售明细当中 我们可以看它的销售数量的一个销售趋势 这个销售趋势我们把它设置成 折线图 选择图表之后 点击设计 选择更改图表类型 设置为折线图 确定 然后这个折线图上面的一些相关信息 比如说图表标题 我们随便改一下销售趋势 这是关于销售数量的趋势 OK 这是数据透视图 那数据透视表 我们也可以去布局一个在右边 右键显示之段列表 同样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它的月份 布局的喊标签 把它的销售数量 这里是布局的销售数量 如果说你需要看销售利润的一些销售趋势 也可以把销售利润和它的销售金额 全部给它放进来 但是全部放进来的话 这个图表可能就会更大一些 看大了 线条太多 看上去就不好看 比如说这里的销售数量和销售利润 它们不在一个数据等级 所以说这样看上去就不是很好看 我们只需要放一个指标到数据透视图 数据透视图上面的这些相关的按钮 我们可以隐藏图表上所有的自断按钮 然后图例也可以选择直接删除 关于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视图都创建好之后 你会发现这里的月份 没有按照我们需要的一个月份规则进行排序 那么我们可以在模型里面 把日期表当中的月份去做一个按列排序 按照月进行排序 然后点击确定 回到表格 它会自动刷新一次 刷新之后就变成1234567 那它的这些图表上的元素 你可以自己去做一些更多美化 在这一节课当中 我们就不主要去介绍图表 然后数据透视表的选项设置为 不用自动更增列宽 然后点击确定 OK 剩下的就是去插入一些切片器 比如说日期表里面我们需要看年份 每个年份去看一下 然后可能还需要去看一下 地区 关于销售地区的添加到切片器 然后可能还需要去看一下 关于产品大类的添加到切片器 还有销售渠道 你也可以把它放到切片器上面 还有关于销售部门 也可以全部放到切片器上面去 就是说你希望通过哪些字段 去切片管理 你就把这些字段 给它全部放到这上面去就可以了 关于数据透视表 和数据透视图的位置 你可以左边放表 右边框图 或者说两个位置交换一下 那关于这一个表格当中的一些格式 可以调整它的主题颜色 可以设置它的字体 都可以自定一下 OK 这里面我们先把地区放到上面 这些位置上可能不是很好看 我们可以把这些位置给它调一下 调到单元格上 这个地区放到这个单元格上面 然后把它设置成两列 三列 这个好像设置成两列三列都不好看 因为它是单数的 我们把它设置成两列好了 好 放到这个位置 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这是关于地区的调整成三列 看一下四列 四列好看一些 我们的销售渠道调整成两列 OK 差不多 销售渠道的就做好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销售部门的 也可以放到这个地方来 调整成两列 OK 这是销售部门的 那销售部门的1234 是布局好的 然后大类和年份 年份可以放到上面 年份也可以放成两列 稍微调窄一点 这样子来看上去稍微好看一点 这个如果不够宽 拉宽一点 再调整调整 那这个也是把它放下来 OK 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视图和切片器 全部都布局好了 那布局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设置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按照 东北 京东 但是我们现在去做切片器管理的时候 只看到透视图发生了变化 透视表没有发生变化 如果说希望透视表也发生变化的话 我们需要对每一个切片器 都去做一下报表连接 透视表和透视图 全部都连接一次 全部设置连接一次 这个只能一个一个设置 不能同时设置多个切片器的连接 只能每个切片器去单独连接一次 好 连接好之后 这些切片器的位置相关的给它调整好 调整好之后 可以全选这些切片器 按住shift键 选择多个切片器 然后设置切片器的大小属性 设置它的位置布局 禁用调整大小或者移动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切片器 它就不会在随着你去点击它 它会乱动 现在去点击它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乱动了 好 通过这样一个切片器管理 我们可以看到 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视图 上面的一些相关变化 这是在工作表当中 做一个最简单的数据透视表 和数据透视图与切片器 布局的一个销售数量趋势分析 如果说你希望看销售金额 希望看销售利润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布局更多的数据透视图 和切片器管理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一个表格修改成 数量趋势 然后我们可以复制一份出来 然后这一个是销售金额趋势 还可以复制一个出来 直接复制出来 然后这一个是利润趋势 OK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透视图和数据透视表的 把数据透视表和数据透视图的相关之段换一下 比如说销售数量 现在是利润 我们把利润布局出来就好了 这里是关于利润的 然后这一个数据透视表 也把数量扔出去 换成利润就好了 OK这一个销售金额的 把这里面的数量扔出去 把销售金额拿进来 数据透视表也是把数量扔出去 把销售金额扔进来 好这是关于销售金额的 然后把相关的透视图的名称 修改一下销售金额趋势 然后销售利润趋势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数据透视图和数据透视表的应用 那关于更多的美化 这就下来去美化一下图表的格式 美化一下切片器的格式 甚至说这一个表格 我们可能不希望看到网格线 把网格线迁除掉 也可以说我现在这个不想要白色的底 我可能希望使用一个其他颜色的 比如说填充颜色 我给它填充一个蓝色的底 给人的感觉看上去稍微高端一点 然后字体颜色 我可能现在把它设置成白色的 这个效果呢 就和我们平时看到这个白底的效果 会有点点不一样 这个自己下来做更多的美化就可以了 除了在工作部当中可以做这样子的报告 我们也可以到Powerview这个工具当中去看一下报告 在Office 2016当中 我们这里面不能直接去找到Powerview的这一个功能 如果说你能找到就可以直接用 如果说找不到 我们需要到工具里面去加载出来 我们可以在功能区上面单击右键自定义功能区 然后使用所有命令去找到Powerview Powerview它是以英文字母开头的 所以说你只需要找一下ABCDEFG 找到一个Powerview添加过去就可以了 你可以添加到插入对象里面 比如说你可以插入到插图 右边的图表里面的一些信息 也可以插入到比如说开发工具 我可能说单独到开发工具这里面去找也可以 好我们插入到图表这里面 图表这里面我们新建一个组 新建一个组称之为新工具也好 Powerview也好 好这一个组添加一个组之后 然后把这个Powerview按钮添加过来 然后点击确定 OK这是在图表后面新增加一个Powerview的工具 然后点击插入图表后面 是不是有一个Powerview这个工具 点击就激活Powerview这个工具 但是在激活的过程当中 它可能会比较慢 另外版本方面 它有可能是中文 有可能是英文 这个Powerview目前来说 微软已经没有做更多的更新 所以如果你看到的是英文版 你就凑合着用英文版 如果你看到的是中文版 就凑合着用中文版就好了 我们这里主要是介绍它一些比较简单的功能 比如说我们这里要做一个趋势分析 上面是一个标题 我们做一个销售趋势分析 写个标题在这里 好这个标题 你可以去调整它的位置 比如说你可以这样子调整它的左边 调整它的右边 同时也可以调整它的字号大小 然后双记一下这个功能区 你可以调整这个文本 文本里面 它的字型可能没有太多的选择 然后字号可以去调整 可以加大缩小 顶部对齐 靠下对齐 左中右对齐 然后关于下滑线是否加粗 这些你都可以选择这个标题去设置一下 当然没有更多的设置 也没有什么颜色的设置 因为在普通的这些工具上面 你不能设置它的一些格式 你只能在powerview当中去设置一下它相关的格式 比如说主题 这些主题对它这个颜色没有多少影响 然后字体 字号 背景 这些都没有什么可设置的 大家可以更多的去点击一下这些工具 每一个去了解一下 因为这个工具已经被边缘化了 所以说我们不会把它作为一个重点介绍 只是告诉大家 这个工具的一些一般用法 好 定义完标题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布局它的图表 布局图表我们需要有指标 首先我们按照什么去布局图表 按照 月份 月份直接拖过去 或者说拖下来都可以 好 直接拖下来 就按月份去分布 月份分布之后 我们需要按月份去统计销售数量 把销售数量 注意到销售数量 你要去找这些代计算器的 你不要去找这些代计算器的 代计算器的 才是我们的度量值拖下来 或者说拖到这个上面去都可以 拖进去之后 它默认是一个表 那如果说你要让它变成图 可以选择这个表之后 选择设计 然后这里有关于 你希望它变成条形图 还是柱形图 还是其他的图表 在PowerView里面提供的图表非常少 那实际上如果说我们要做更多的效果展示 应该使用Power BI Desktop桌面板 去做更多的图表展示 在这里面能用的图表非常少 我们设置成一个折线图 因为它是有趋势的一个图 然后我们把它拉宽一点 OK 这是基于月份和数量的一个折线图 有了折线图之后 我们还可以去创建切片器 建立切片器的时候 我们希望按照产品的大类 注意我们现在大类不要拖到这个表里面去 直接拖到这个报告上面 放到外面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大类的 然后还可以增加一个关于地区的 也是放到报告上 不要放到这里面去 放到里面去 它就是一个表 然后放到外面去 它就是单独的一个表 然后可能我们还需要去按照每一个年份 年份也把它放到这个位置来 好 相关的位置调整一下 当然字体大小吧 选择一个之后 直接自己来加大字号 缩小字号就可以 直接修改 好 现在布局出来的它是一个表 如果说你希望它变成切片器 选择之后 设置为切片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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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就可以去点击电脑 服装 个人护理 这些都可以去做切片 你可以去点击 我不切片了 OK 就全部 就取消切片 显示全部的所有信息 这个图是数量的 如果说你还需要一个销售利润 或者说销售金额的 那再来重新布局一次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按照 也是按月份 重新布局一个 月份布局出来 布局到报告上 而不是布局到这一个表上 好 月份布局出来之后 再去布局一个 现在是销售金额 关于销售金额的就布局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布局一个销售金额 在报告上 同样的方式 我们还需要一个月份 日期上面 找一个月份 注意了 现在如果说你直接拖月份到 报告上面去 那么它就会先有金额 再次月份 你要调整它的顺序 好 到这里来 调整一下它的顺序 然后上面这个设置为 选择之后设置为折线图 下面这个也是选择之后 设置为折线图 OK三个图表 全部就设置好了 这里是销售数量 by月份 销售金额 by月份 销售金额 by月份 这里不要金额 我们这里要的应该是利润 销售金额拖出去 然后把利润扔进来 Values 利润 这是关于Powerview报告的一个最简单的布局 布局好之后 你可以去切片器看一下 这是关于销售趋势的一些简单分析 非常简单 除了折线图之外 Powerview还有没有更多的图表可以使用 那实际上这里面关于折线图 折线图有条形图 有柱形图 这些都是差不多的 不用去介绍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闪点图 那柄图也是平时用的比较多的 闪点图 可能在这一个Powerview里面布局起来 会和工作部上面布局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做一个简单的布局就好了 合法的方式插入 这里有一个Powerview 又创建第二张报告 好 这是前面第一张报告 我们创建第二张报告 第二张报告 我们使用一个闪点图的销售分布 OK 销售分布的时候 我们需要分布哪一些项目 看一下 可能我们需要看到利润 可能我们需要看到销售数量 但是可能我们还需要看到 平均的一个订单数量 这个销售分布 我们希望布局一个什么样的图表 来看一个效果 我们希望按照销售利润和订单数 和订单均价 做一个闪点图的分布 然后使用大类做一个大类的分布 在这个图表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哪些产品是产生利润最多的 哪些产品的订单数又是最多的 然后看看它的气泡大小 哪些气泡的大 气泡越大 订单均价又越大 而在2013年 华东地区京东的家电产生的利润 是比较多的 然后电脑和手机它会比较少 但是订单量 但是订单数最多的 可能是食品类的订单数会最多 但是总体来说 销售均价 电脑手机 家电 它是占的比较高的 好 在前面我们做的模型当中 只有销售数量 销售利润 销售金额 但是没有订单数和平均订单价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个订单数 到数据模型当中 增加一个订单数 在订单这个字端下面添加一个非重复技术 设置为订单数就好了 OK 订单数设置为整数 千万分割幅 然后还需要做一个均价 均价是销售均价 就是我们销售金额的均价 销售均价 等于 那就是销售金额除以订单数 就是销售均价 然后这个销售均价 也把它设置成货币样式 不要小数 不要小数 OK 人民币的形式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布局这一个闪点图 好 更新之后 它会提醒你 这一个报告已经更新了 然后点击确定就好了 反正英文也看不懂 到powerview这个报告当中来 我们先布局一个利润 或者说订单数都可以 我们先布局利润出来 布局出来之后 然后来设计一下它 powerview 设计 设计它为闪点图 因为你要有指标才会 才能够修改它的图表类型 有了利润 有了订单数 现在是利润是在x轴 然后订单数放到y轴 size 就是气泡大小 气泡大小 我们放它的销售均价到size上面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要分类 分类用哪一个呢 下面有个color 使用分类 分类按照产品大类进行分类 好 分类之后 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气泡图 那在气泡图当中 如果说你不希望看到这个图里 因为每一个上面 它都已经有一个说明了 所以说这个图里 我们可能是不想要的 好这个图里不想要 我们就把这个图里删除掉 在布局这里 双击一下 布局这里 图里不要 然后数据标签 你是放到中间 还是放到外边 还是设置为5 5就没有完全没有标签了 所以说我们要把标签设置到左侧或者右侧 这是看自己的一个习惯 或者说位置关系设置一下 这是关于销售利润和订单数和销售均价的一个气泡图 在这个气泡图当中 你大致可以了解哪些信息 哪些产品的销售均价越高 它的气泡就越大 然后在销售利润方面 越靠右的销售利润是越高的 然后越靠上的销售订单数是越大的 现在单前的一个销售分布里面 我们的手机它产生的利润最多 订单数也比较大 同时它的销售均价也是比较大的 说明这一个产品是我们的一个相对比较重要的产品 然后你还要做切片器的话 又可以在这里面把关于销售地区布局进来 然后我们现在可能只需要布局销售地区 和销售部门的两个切片器就可以了 我们不用看其他切片器 好吧 我们把日期也布局进来 年份布局进来 好 三个切片器就好了 然后把这个设置为布局进来的默认是一个表 我们把它设置成切片器 然后设置成切片器 设置成切片器 OK 你就可以去看 比如说销售一部 销售一部哪些所生成的利润会比较多 这些都可以一个一个去切片看一下 部门取消切片 按照年份去看一下 每个年份也可以去看一下 你可以按照地区去看一下 都可以 这是关于一个销售分布的简单应用 除了这个应用之外 平时可能大家看到一些卡片的销售分布 除了这个闪点图的分布之外 可能平时看到的还有关于卡片式的分布 就是说我们每个产品类型 或者说每个销售经理 它的一些图片 照片之类的一个展示 就类似于这一个销售利润表的样式 它有大类 有每个大类的产品图片 关于订单书销售金额利润订单均价 全部把它分布出来 然后做一个切片器 这是一个表格样式 做这样一个表 我们就需要使用到一些图片 做这个图片的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图片的地址信息 你可以把图片信息先做好 怎么做呢 我们打开一个表格看一下 在产品ID这个表格里面 我们有一个产品ID这个表 这是我们 这是关于产品大类分类和产品ID 明细的一个表格 然后另外一个图片地址 这个图片 我们就使用了大类 每个大类做一个图片 然后把每个图片的存放地址放进来了 那这个存放地址 也是需要先做好 我们先把图片放到这个文件夹下面 然后把它每一个产品的图片名称 和它所在的地址 完整的复制一遍 比如说这里我们直接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到这个位置来 然后服装的 服装 然后先把服装这里给它复制一下 把服装复制到后面来 每个图片都这样做好 把它的地址做进来 做进来之后 然后等一下我们去调用它就可以了 先关闭 但是在当前的一个模型当中 我们还没有这一个图片的地址信息 所以我们需要先到模型当中把这个地址信息拿进来 我们从已经做好的连接 刚才在哪个表里面 刚才在产品ID里面 产品ID这个表 我们直接点击打开 然后勾选一下图片地址 这一个表 完成 关闭 OK图片地址就进来了 图片地址进来之后 我们需要把它设置成一个图片的URL 好 选择这一个字段 现在就需要使用到高级选项卡下面 我们需要对数据类别做一个分类 这里面有关于地址的 城市的州 国家 线 这些呢 这是关于地址信息的 那我们用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图像URL 然后还有一个webURL 就是说 你可以使用一些网页上面的图片 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放在自己硬盘上面的数据呢 只能在自己的硬盘上看 那如果说发到对方 别人接受了你的文件之后 别人需要使用 就一定要去修改这一个地址 也就是说 需要更改这一个表格当中的地址 刚才我们设置的这一个 产品ID 好 在这个表格当中的地址 全部要修改一下 才能够使用 否则 它只能在你当前这个表格当中去使用 好 现在我们把它设置好了 设置好之后 然后在工作部当中 重新去插入一个powerview 然后我们又来布局一下 在powerview里面打开 自断列表 然后这里有一个图片地址 好 注意了 现在我们的图片地址 现在只有图片 大类 图片 你现在要去布局一个什么销售金额 这里就有图片了 对不对 要去布局什么订单书 销售金额 你布局不出来 为什么 因为它还没有产生关联关系 所以说我们需要到模型当中去把这个大类与产品表大类相关联起来 然后产品表的大类才能够关联到产品ID 产品ID才会关联到销售明细表 然后才会去统计出数量金额利润销售均价 OK 到主页的关系师图里面去找到这个图片地址 我们这个图片ID也是放到上面去的 注意到它的位置 关系我们可以调一下 稍微调一调 可能太大了 你把它调窄一点 让它们分布在一个页面上 就是维度表放到上面 给人的感觉会更加清晰一些 那么这个主要的结构可能在前面的 我们把它放到前面 好 这个大类和这个大类相关联 那现在这个图片地址就成了一端 然后这一个产品就相当于在这个上面它是多端 然后这个产品的ID和这个表之间 产品ID又是一端 下面是多端 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数据流 在这个大类里面 就可以直接调用这个表格当中的一些 多量值来做统计 好 关闭这个模型 然后进来之后提醒你 这个模型又更新了 点击OK 然后我们就可以来布局销售明细当中的相关信息了 比如说订单数 给它布局过去 销售金额布局过去 销售利润 利润我们可以往下面拖也是一样的销售均价往下面拖都是一样的 然后相关的给它再加大一点 加大一点 然后这些字号 实际上也可以稍微挑一挑 但这个布局出来 要想把它拉宽 然后右边你看它不会布满 它不会去拉这个键锯 这个是非常恼火的 所以说这个效果总体来说不是非常满意 而且现在也被边缘化了 没做更多的更新 那大家凑合着用就好了 那更好的当然是Power BI Desktop这个工具 在后面课程当中我们会去介绍Power BI Desktop这个工具 好这里我们大致写一个利润表就好了 然后也可以添加相关的切片器 比如说也是关于年份的 关于年份拖过来 那关于销售渠道 我们现在按照销售渠道去做一个 好还可以按照销售部门去做一个 都可以 这里面你可以 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关联关系 所以你直接去做这些关系就好了 选择年份设置为切片器 选择销售渠道设置为切片器 选择部门设置为切片器 然后你就可以去选择这些切片器 非常方便 还有一个关于卡片样式的也是可以去设置 我们再去了解一下卡片是什么意思 插入一个Power View 同样的再插入一个吧 也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也是按照它的图片地址的大类和URL 去做一个销售数据的分析 做一个字段就好了 也把它全部分布出来吧 销售数量 销售金额 利润 均价 全部布局出来 好 布局出来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可能需要一个 我们上面再给它一个卡片 这个卡片直接放到上方就可以了 放一个卡片 放什么卡片 我们看一下 放地区的卡片 地区卡片放到上面去 好 现在上面就是一个卡片样式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放大 这个卡片呢 它就包含在这里面了 然后你可以 把上面这个卡片当切片器来使用 东北的 华东的 华南的 就可以去做一个卡片式的 卡片式的利润表 但这个卡片式的利润表 也适用于其他的一些图表 也适用于其他的一些图表 好 这个卡片你设置好之后 设置图块的类型是图块牛 是图块牛的时候 是下面去设置的一个一个去点 好 那你可以去使用选项卡的卡条 这样去设置 但这些功能好像目前来说都是有一点点鸡肋的 因为它现在总体来说已经被微软给边缘化了 没有做更多的更新 如果大家希望做更多精美的效果展示 建议大家去使用Power BI Desktop这个工具 在这里就是大致给大家介绍了一下PowerView的功能 实际上你可以在自己的报告当中去增加这一些工具报告 但是总体来说 它的效果并不是非常理想 实际上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些工作簿上面 也可以创建这些简单的报告 但这些报告实际上在更新的时候 效果也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现在来说微软 把它给边缘化了 没有做更多的更新 所以说大家做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在本期课程当中 还是会主要针对PowerPivot这个工具 做更多的展开 PowerView这个功能 是被Office边缘化的产品 所以如果大家想更好的去展示自己的数据模型 可以去学习一下Power BI Desktop这个工具 好 关于这一节数据模型的销售趋势分析 我们暂时介绍到这里 关于Power BI Desktop这个工具 我们会在其他的课程当中做更进一步的介绍